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山区今天雨是下的又比其他地区还要明显 那么未来几天因为太平洋高压势力还会在减弱 所以午后降雨的范围除了在山区 近山区 就连大台北地区都有下期午后雷震雨的机会 但是雨量并不会太多 所以如果要为炎热天气来降温的话 恐怕是有些困难 不过还是要提醒以上这些地区的观众朋友 明天午后都有降雨的机会 外出最好携带一具备用会比较保险 另外在气温方面 现在入夜后的气温有比之前在下降一些些 特别是居住在高海拔山区的民众 一定能感受到气温变凉爽了 但是平地地区价温的幅度仍然不大 那么明天气温又会怎么变化呢 从地面天气图上你可以看到 明天高压中心会微微的北台 高压势力也会稍稍的减弱 水气也会稍微增多一些 所以在大台北还有近山区 还有山区的地方 容易会有对流发展起来 下起午后雷震雨 只不过因为白天各地都还是晴朗稳定的天气 而且受到阳光加热之下 除了中午前后紫外线会达到危险机或过量级 在温度方面全台高温还是可以来到33度以上 尤其在大台北盆地高温一样有机会来到37度 甚至更热 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气温上的变化 接着带你来看山海气象 首先来到台东来雨 高温可以来到30度 天气是相当的棒 台东南回地区高温可以来到33度 是倾倒多云的好天气 台东是一带高温可以来到33度 也是太阳高高挂的好天气 台东纵谷地区高温可以来到33度 海盾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台东沿海地区高温可以来到34度 天气是相当的好 花林瑞水玉里 灼溪复离高温可以来到34度 灼溪偏凉 复离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万荣凤林光复风冰高温可以来到34度 天气是相当的好 花林市一带高温可以来到33度 是倾倒多云的好天气 秀林行程高温可以来到33度 天气相当棒要注意防晒 宜兰地区高温可以来到31度 大同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狮子牡丹满洲宫可以来到34度 狮子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太武来与春日宫可以来到31度 午后都有降雨的机会 屋台三地门马甲宫可以来到32度 也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桃源纳马下茂林高温可以来到31度 也有午后雷震雨的机会 嘉伊阿里山高温可以来到25度 降雨距离最高有80% 南投原乡地区高温可以来到31度 也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台中和平高温可以来到28度 降雨距离最高有60% 苗栗原乡地区高温可以来到30度 南中泰安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新竹原乡地区高温可以来到33度 也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复兴雾来高温可以来到33度 也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明天还是夜阳高高挂的好天气 提醒民众如果有计划去西边玩水清凉一下 除了要多喝水预防中暑之外 还要多留意天气上的变化 以免午后突如其来的大雨 造成溪水暴涨发生危险